麦建迪表示,将借助这次会议寻求与各省合作, 共同努力以降低医疗开支, 解决省府与医生的薪资纠纷问题。 省长同时希望各省就国家能源战略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。 另外,麦建迪还希望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, 尽早停止在安省使用煤炭发电而改用绿色能源。 麦建迪称,安省的绿色能源计划近年来节省了270亿的私营业投资, 但许多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而谈到阿尔伯塔省与卑诗省在输油管道计划上的分歧, 麦建迪则表示不想参与其中, 同时提醒媒体不要过分将问题夸大。